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到有人也到喘不过气时 很多人下意识就是帮对方拍背喧气 但这样反而会让卡住的东西更往下滑 所以应该倾斜他们的身体 安抚他们 让他们保持冷静 然后指导他们缓慢呼吸两次 这样做有助于缓解窒息 还可以慢慢破坏阻塞物 恢复呼吸 6.不要看到出血就用止血带 分辨一下血液的颜色 流速 如果是一般流血 用止血带反而会让情况更严重 伤到静不美才适合用止血带 7.不要任意移动伤症 这个道理已经被呼吁到很多次了 但还是要再提醒一次 如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时 除非现在要爆炸或过于危机 千万不要任意移动伤症 想要救人的话 可以叫救护车 关闭车子的电源或引擎 帮助止血 安抚伤者情绪 让他们保持冷静 8.救援前先评估状况 热心救人是好事 但太鲁莽的话 非但不能救人 自己还会受伤 确保自己不会受伤 再救人 比如有人出电 就用木头 橡胶 将对方与电源分离 而不是急着冲过去把人拉走 好了朋友们 感谢关注者是诚实 了解更多诚实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